民间传说 经浙之前如果打雷 接下来一个月可能要阴雨连绵了 浙是藏的意思 经浙是指天气回暖 春雷使鸣 惊醒了藏在地下冬眠的昆虫 春暖花开 万物复苏 这也意味着各种各样的病毒与细菌逐渐活跃 此时一定要注意火颈与足底的保暖 若是不掩护好 风邪也就是感冒很容易入侵 老人们常说春午就是这个道理 古时候 经浙当日 人们会手持艾草 熏家中的四角 用艾香驱赶虫 鼠 梅味 许多地方也用此方法来示意驱赶霉运 二月二青龙节也在经浙时节 这一天家家户户盛行炒蝎豆寓意避邪 蝎豆也就是黄豆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也是春季适当进补的绝佳食材 将黄豆放入盐水 同八角、香叶、花椒一同浸泡24个小时 之后煮熟再爆炒就可以吃了 民间有经浙吃梨与害虫别梨的习俗 梨的吃法有很多 北方适合直接食用 身体虚弱或体质偏寒的人 可以选择冰糖炖梨 使用蒸煮的方式去掉梨中的一部分寒性 经浙前后 我国除了江南以外 大多数地域都比较干燥 梨具有滋阴润肺 清热止咳的功效 另外还可以搭配银耳羹 可以预防天气干燥引起的口干舌燥 咳嗽等不适 经浙时节还适合使用一些清淡清润 以及健脾趋势的食物 洋葱鸡肉圆 它汤汁甜美 清润可口 将一整颗洋葱去头去尾 肉圆中加入了一些柚子皮 煮至软糯 象征圆满 出锅前再撒一把当季的水菜来行痞 清明普洱茶 它的功效是健痞去湿 特别适合这个节气 经浙也是腮腺炎 带状泡疹等病毒活跃的时节 因此要多锻炼身体 减少病毒对人体的侵扰 春季古人讲究散法宽衣 信不闲庭 此时可以带着家人到郊外踏青 适当的太极拳 健身气功 荡鞦韆都是不错的选择